超级大逆转!女排3比1逆转拿总决赛首胜,四人表现神勇,郎平很欣慰。 北京时间6月27日,女排国家联赛总决赛在南京拉开序幕,中国女排被分到A组,对手分别为荷兰和巴西,今天迎来首位对手,荷兰队。 在此前的德国战比赛中,中国女排1-3输给荷兰队,但需要指出的是,德国战的比赛中,朱婷、严妮等主力选手并未前往,而是由新人李莹莹,标林宇担当重任。 而本次总决赛,朱婷、岑春磊、袁新月和严妮悉数回归,中国女排实力大增。 尽管在德国战的比赛中,中国女排1-3输给了荷兰队,但从双方近28场的交手记录来看,中国女排以20胜8复战近优势。 但最近随着荷兰女排的水平的提高,荷兰女排渐渐地形成了一个特点,攻防均衡,这就意味着比赛暴冷的机会并不大,中国女排只有沉下新来,仅摇比分才能有机会获胜。 本场比赛狼平的首发阵容还是略显大胆,自由园位置由王孟杰首发。 主攻,朱婷,刘晓彤,副攻,袁新月,严妮,二传,丁霞,接应,龚翔宇,自由人,王孟杰。 第一局,中国队进攻多点开花,打出漂亮开局,一度取得四分领先,关键时刻刘晓彤失误连丢三分,荷兰队一鼓作气先拿一局,在灵智一落后的情况下,朱婷,袁新月,龚翔宇和颜妮四人组成得分小组,凭借沈勇表现连班三局,帮助中国女排完成今天大逆转, 拿到总决赛首胜。看着朱婷,袁新月,龚翔宇和颜妮的女排新组合表现神勇,郎平应该很欣慰了。 第一局,斯洛赫耶斯直线率先得分,朱婷紧随其后强攻得手,袁新月发球命中,朱婷直线扣成,斯洛赫耶斯调整攻也有,扣斜线在中, 中国队打出5-3开局,贝列恩卑菲打成,刘晓彤,朱婷进攻连得2分,袁新月短平快得分, 刘晓彤扣斜线命中,斯洛赫耶斯朱婷相继得分,中国队11-7领先,朱婷斜线打成, 颜妮短平快得手,斯洛赫耶斯强攻得分,朱婷超手进攻在中,荷兰队连得4分打出一个进攻小高潮, 比分来到15平,刘晓彤扣直线得分,冰霞二次攻命中,普拉克直线打成, 刘晓彤扣球出界,发球惨现,一传失误连丢3分, 荷兰队迅速取得22-18领先,尽管朱婷进攻连得2分, 但荷兰队一鼓作气,25-20先下一局。 第二局,原新月短平快得分,斯洛特耶斯, 布衣吉斯两人进攻屡屡得手,严妮柳小彤接连失误, 荷兰女排连得6分取得6比1大比分领先,朱婷, 龚翔宇追回3分,斯洛特耶斯和布衣吉斯进攻端持续发力, 中国队6-10暂时落后,朱婷4号位拿到2分, 龚翔宇2号位进攻命中,丁霞掉球也有, 中国队连得5分,12-11完成反超, 接着朱婷和袁新月成为得分主力, 龚翔宇和严妮进攻也频频得分, 四人组成得分小组,帮助中国队25-21扳回一局。 第三局,斯洛特耶斯扣直线先得1分, 朱婷,严妮组成篮网两人组, 篮网进攻两不误, 斯洛特耶斯发球得分, 袁新月调球命中, 中国队打出8-6开局, 朱婷强攻再得2分, 严妮短平快紧随其后, 贝列恩进攻追回2分, 朱婷,龚翔宇和刘晓彤继续发力, 中国队取得22-20领先, 关键时刻, 朱婷小斜线, 直线接连报扣连得3分, 中国队25-20再赢一局。 第四局, 袁新月进攻被篮, 朱婷扣直线得分之后, 频频失误丢掉2分, 荷兰队被利恩卑菲得手, 荷兰女排打出5-1开局, 严妮卑菲得分, 龚翔宇进攻也有, 荷兰队方面, 斯洛特耶斯和布依吉斯进攻接连得手, 刘晓彤强攻造打手出界, 扣鞋线右中, 中国队7-9暂时落后, 袁新月暴力反击得手, 朱婷拦往成功, 进攻又有, 经过朱婷和袁新月打出的得分小高潮, 中国女排士气大涨, 13-12完成反超, 布依吉斯4号为进攻得手, 朱婷反击直剑得分, 布依吉斯进攻两次被篮, 在攻终于命中, 龚翔与丁霞进攻连得两分, 中国队19-16继续领先, 刘晓彤扣中大斜线, 斯洛特耶斯反击得分, 丁霞二次攻命中, 关键时刻, 朱婷元新月篮往命中, 中国队25-18拿下一局, 最终3-1逆转战胜荷兰女排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